哈喽 大家好 在这个山西旅良心县发生了很重的一个事件 这个男子因为是情感纠纷 把这个情人还有一家三狗弄得不成家了 这个事情发生在二三年的五月十三日下午的两点多 也就是昨天山西旅良心县 澳家湾乡发生这么一个很重的事 这个男主人是27岁 这个是姆亮 他是个男人 今年27岁 因为是感情纠纷问题 在这个澳家湾乡沟沟门前村 将这个女士 这个女主公 女主人公今年21岁 还有就是受到牵连的是 这个女主人公的婆婆 她的丈夫 还有就是女主的这个 还有个儿子 21岁有个儿子 整个世界呢 是因为婚外的 这个情所至 情所至 女子花钱呢 就是不想干这个男子过 网传具体情况呢 就是说这个男子干预 就是这个女的本来有老公啊 这么存在一个联系啊 那个女的呢 花了这个男主人的钱 然后呢 不干她好了啊 这个男主人就是说生气啊 不干她好 然后生气 然后呢 就是 这个婆婆啊 孩子呀 弄的就是 非常不好啊 现在这个女的呀 就是说 半死不活吧 又就是连累了 其他的路人啊 整个就是 这么个情况啊 情况 恋爱这种情感问题呢 处理方式啊 就是 非常重要吧 不仅关系到 当事人的 情感的健康 也影响到 双方的未来关系啊 在处理恋爱问题的时候呢 尽量避免 做这个极端啊 采取这个 好聚好散 和平分手的 这么一个方式啊 好聚好散 指的是 就是恋爱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这个不是恋爱吧 这个好像是 这个是插足 这个别人的家庭啊 非常的尴尬啊 唉 这个闹得非常不愉快啊 和平分手呢 就是说 双方能 友好的方式分手啊 互相表达 对双方的感激和祝福啊 这种方式 体现了双方的成熟和大度啊 能够让双方呢 一开始感受到温暖与安慰啊 也能够避免 因为分手 演起的这么一个 恶劣的情绪和政治啊 走极端啊 是指这个 处理爱情的问题的时候呢 双方出现了情绪波动啊 和这样的极端行为 一方可能采取这种 报复伤害对方 或者是这么一个极端行为吧 另一方呢 就是采取了冷漠啊 忽视啊 这样的行为啊 这种方式呢 不仅给对方 带来了长期的心理床上啊 也会让这个 对方呢 这个互动 变得更加复杂 与这个困难啊 这个处理感情问题呢 要避免走极端啊 采取好绝好算 和平分手的这么一个方式啊 这个不仅有利于 当事人的情感健康 而有助于双方 未来这个 美好的这个生活吧 感谢大家收看 大题就差不多啊 这个诗呢 本来是不是什么热点 但是呢 这个男主人啊 受到就是牵连的人 就是比较多啊 比较多 这个事情非常重啊 希望大家就是 没有订阅了 订阅一下啊 感谢大家收看啊 拜拜